名稱 嗨嗨大家好 我是大喇叭 上次明日之光 談到職業分析 和遊戲內必知的小技巧 想必大家職業上選擇 或是新手剛進來玩 就不會迷失方向 今天我要來介紹一下 明日之光的特色系統 只能提升美觀 更能提高戰力 首先 再我們來看看座駕系統 等級一到二十級後 就有專屬的座駕摩托車可以騎乘 由於明日之光地圖十分龐大 有載具資源是必要的 起初的座駕是機械先驅 隨著遊戲節能物獲取核能電池 來提升座駕的階級和等級 增加一些對角色有幫助的屬性 而我們看到在座駕介面這 圖駕指的就是座駕外觀 核心指的是能增加座駕能力的基礎配件 遊戲內可以通過活動或是課金管道 來獲取一些限量的座駕外觀 目前喇叭在奇妙博物館這獲得兩個座駕外觀 遊戲內的座駕外觀大家可以看一下 真的挺酷炫的 再來我們看一下護衛系統 遊戲內的護衛系統堪稱是寵物 會出現在角色旁邊跟隨 護衛種類多功能也不同 可以依照自己的職業或是想要的護衛技能 來鎖定獲取 不課金的玩家也不用擔心 遊戲隨著節能物或是活動 都會贈送機械戰狼和火機護衛 而且不用擔心說要用哪個護衛來出戰跟隨 只要激活護衛屬性是全部疊加的 選擇好看或是帥氣的護衛在身旁守護你 護衛本身也會幫忙減免傷害或是攻擊敵人 而在護衛列表可以看到隨著等級越高 開放的技能也越多 透過活動和任務去獲取技能 增加護衛的能力也會提高自己的戰力喔 遊戲內的實裝外觀從商店納進去 炫酷外觀可以看到 職業確定後 該商店只會出現職業的專屬外觀 外觀主要分成三種 實裝、座駕外觀、補氣外觀 座駕外觀可以參考我前面說的 自行評估要不要購買 實裝會隨遊戲更新而不同 武器外觀、實裝這兩個購買後 會獲得碎片 碎片可以提升該實裝星數獲得更高戰力 而在實裝介面可以看到 又有細分外套、頭飾或是聊天框 個人字界背景等等 能增加自己遊戲內的魅力指導具 提高自己的遊戲體驗囉 無人機系統 遊戲內也有這個系統功能 讓玩家提高戰力 無人機其實跟座駕系統相似 基礎的無人機是探險者 在機庫這則是無人機的外觀 可以選擇想要機庫外觀來出戰 當然無人機這邊的技能 也是玩家會鎖定購買的 每台技能都不一樣 可以看一下選擇按照 即將參加的模式PVP或是PVE 來選擇出戰哪台無人機 除了提高戰力幫助自己獲勝 無人機可以提升戰力的東西也挺多的 在活動或是任務有獲取到無人機道具 就可以趕快來升級囉 最後說下一個會讓人想要收集全部的系統 座駕無人機那些肯定收集不完 但是明日之光的角色稱號系統 或許是讓人想常玩遊戲的地方 獲取稱號也會增加戰力 越高難度的稱號增加的戰力越多 點擊稱號可以看到如何獲取 遊戲內的稱號還可以自定義 依照個人喜好做調整 掛一個帥氣而且別人沒有的稱號也是很不錯的 以上就是今天明日之光遊戲想要帶給大家的心得攻略 喜歡的話右下角按個讚順便訂閱我 我是大喇叭我們下期見